第139章 落野的女神明明是在篮球场 明明是江大篮球比赛的决赛 所有人的注意力却都放在了啦啦队上 啦啦队不缺美女 但所有人都在不可思议 传闻中的高冷笑话 竟然会出现在啦啦队的行列中 仔细想想 苏白舟也是计算机器的学生 此时他临时加入啦啦队 也是为了给计算机器加油的吗 无人得知 但显然 计算机器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低迷的气势消失不见 转瞬间便充满斗志 下半场的比赛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即便建筑系的水平更厉害一些 但计算机器依旧将比分咬死 紧追不舍 任性十足 虽然 这场比赛最后还是输了 但能在拥有明显实力差距的情况下 以惜败的姿态输掉 又何尝不是一种荣誉呢 至少 用尽了全力 不会有遗憾 这场比赛不会有遗憾 这段青春也不会有遗憾 篮球赛结束了 高冷笑话啦啦队的词条 在学校论坛上的热度 已经冲上了榜首 即便是苏白舟的同班同学 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突然成为啦啦队的一员 上个月的运动会 啦啦队同样大放光彩 但当时苏白舟并没有加入 秦玉文大一加入啦啦队 大二成为队长 大三过阵子就会卸任职位 这两年多的时间 苏白舟一次都没有陪同秦玉文 参加过啦啦队的活动 而如今的篮球比赛中 他却做出了这种反常的事情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一次的篮球赛 一定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此时 江大论坛中 有一位名字叫做 暖男排狗后面的校友 说了一句点赞率很高的名言 如果一个人短时间内 做出了一系列反常的事情 那么他大概率是遇到了爱情 这条评论一出 很快就引起了校友们的热议 不过 大部分都是在对他的 毕竟 高冷笑花会遇到爱情 开什么玩笑 离开篮球场后 落野并没有回到寝室 而是来到了啦啦队的舞蹈室外 啦啦队和江大舞蹈社团 共用一个场地 只不过 双方练习的时间是错开的 落野小心翼翼地出现在门口 他透过玻璃门 望着里面眼花缭乱的身影 能进啦啦队的 颜值都不会太低 再加上JK短裙 这等青春艳丽的服装 说实话 落野不敢进去 因为里面都是女孩子 每一个男生看到这种场合 估计都不太敢进去 路过舞蹈社团的场地 哪怕只是在外面看一眼 都觉得像做贼一样 如果是在外面盯着看 那跟变态没什么区别 落野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背对着玻璃门 双手无聊地撑着下巴 此时他还没有换衣服 依旧穿着那身对服 身后写着计算机三个大字 这一次啦啦队的活动 是秦玉文参加的最后一次了 篮球赛结束 他也会跟学生会的换解一样 将啦啦队队长的位置 传给一位大二的学妹 此时 他们应该在里面 进行什么交接仪式吧 落野低头玩着手机 有些不知道该做什么 面前不停地有同学路过 看到他坐在舞蹈室门口 并没有露出什么奇怪的表情 毕竟 啦啦队和舞蹈社团的女孩子 一般都很漂亮 追求者多一些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以至于 落野的身旁 还坐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帅的男生 他的女朋友 就是啦啦队的 此时正在等女朋友出来 而且 他穿着建筑系篮球队的队服 此时 他发现了落野 随后站了起来 坐在了落野的旁边 说道 同学 我记得 你是刚刚计算机系的队员 对 你是 建筑系的队长 是啊 我们本来以为能轻松拿下的 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 我们差点就输了 没有没有 还是你们厉害 不不不 你们厉害 哪里哪里 哈哈哈哈 我叫尤诗利 你呢 落野 行 有机会一起打球 可以 一段朴实无华的对话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 尤诗利回头看了一眼 疑惑到 怎么还不出来了 不知道 落野低头刷着短视频 也觉得有些无聊 但一想到学姐也在里面 她觉得 等多久都无所谓 落野 你女朋友也是拉拉队的 文言 落野想了想 学姐多半只是临时跳这一次 而且还是秦学姐走的后门 这种情况 应该不算是拉拉队的队员吧 不是 落野如实回答道 文言 尤诗利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脸上带着一丝丝炫耀的神色 说道 懂了兄弟 你女神在里面 哎 也对 拉拉队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 追求者众多 能脱颖而出 确实不容易 说着 尤诗利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女朋友马上就会成为拉拉队的队长了 当初追求她的时候 我凭借一手球技 还有幽默的性格 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让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的 落野没有说话 不过 尤诗利说的一点都没错 仙女学姐确实不是拉拉队的成员 而且她的女神也确实在里面 仙女学姐 当然就是她的女神 落野兄弟 要不要我教你如何追女孩子吧 不用了 落野淡淡地拒绝了对方 被拒绝后 尤诗利也没什么话说了 索性低头玩起了手机 没过多久 舞蹈师终于散场了 一个个JK小姐姐从里面走了出来 有说有笑地彰显青春活力 不过 新旧拉拉队的队长留在了里面 秦玉文应该是还有事情交代 苏白舟也在一旁等待着 见落野还没走 尤诗利疑惑道 你还在等 你女神不会是秦玉文吧 落野 落野兄弟 不是我说 你别看秦玉文喜欢帅哥 性格也很活泼 可实际上很难追的 那个 落野刚想说什么 却发现尤诗利站了起来 秦玉文终于交代好了事情 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状 尤诗利迎来上去 来到了秦玉文旁边女生的面前 蹦蹦跳跳地喊道 欠欠 见状 落野嘴角一抽 尤诗利长得高高壮壮 怎么看到女朋友 就变成娘炮了 落野的目光 看向了秦玉文的另一边 随后脸色一洗 高兴地跑了过去 学姐 第140章异地恋 尤诗利的笑容 还停留在脸上 就发现 刚刚跟他一起等的男生 竟然也朝着这里走来 他转头看着落野 一脸惊讶 这大一的 不会真的喜欢秦玉文吧 要知道 秦玉文虽然看起来 一副很好追的样子 但那也只是看起来而已 他喜欢帅哥 但帅哥如果对他表白 就会被他毫不留情地 当场秒剧 这种事情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尤诗利在心里默默地 为这个大一学弟 默挨了片刻 但很快 他发现 落野并没有走到秦玉文的面前 这才对嘛 原来他喜欢的 不是秦玉文 而是苏 下一刻 尤诗利瞪大了眼睛 包括他面前 被叫做倩倩的女生 也是一脸震惊 只见落野 停在了苏白舟的面前 问道 累吗 不累 苏白舟轻言说道 两人开始闲聊了起来 虽然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苏白舟竟然没有沉默 每一句话 都在耐心地回答落野 看到这一幕 尤诗利惊呆了 秦玉文黑着脸 站在两对情侣中间 有些无奈道 你们聊 我回寝室收拾东西 今天 他要搬出寝室 所以接下来会很忙 闻言 落野也想起了这件事情 道 对哦 学姐 咱们也走吧 嗯 落野跟苏白舟并排着离开了这里 两人虽然没有牵手 但肩膀随着走路的节奏 会时不时地碰在一起 这已经算是亲密了吧 尤诗利和女朋友愣在原地 望着这一幕 他灵光一闪 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苏白舟会出现在这一次的啦啦队中了 原来是这样 他敬佩地看着落野的背影 能让高冷孝花青睐 他并不觉得 落野只是运气好 他一定有孝花喜欢的地方 女寝门口 落野将515寝室的人都给喊了过来 秦玉文 苏白舟 以及凑热闹的徐小佳 三人来来回回地 将寝室里的东西搬出来 放在了女寝门口 然后落野等人将这些东西 送到家属楼中 虽然东西很多 但好在人也不少 他们四个人搬了四五趟 就全部弄完了 此时 众人有些拘束地 坐在李娜的家里 见过四个男生 挤在一张双人沙发上的场景吗 秦玉文现在见到了 王大锤低着头 平时猥琐的气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腼腆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唯唯诺诺的 沈桥惊讶道 你怎么回事 在寝室里天天喊着美女 怎么来女孩子家里 变成了这个样子 用你管 王大锤低着头 露出了怯生生的表情 很明显 她是第一次来到女生家里做客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很尴尬 无论是李娜还是秦玉文 都是她在寝室中 称呼为女神的存在 这两个人 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 要过绿泡泡 而他们此时 就在自己的面前 她真的是羞愧到难以切齿 徐小佳还好 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正在厨房帮倒忙 没过多久 就被苏白舟给赶了出去 再加上刚刚下班的李娜 一共四个女生 只有苏白舟一个人会做饭 落叶十分自觉地去厨房中 给学姐帮忙 她起身后 沙发上空出来的位置 就被徐小佳给占据了 秦玉文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沙发前面 面对着五百一十五众人 她满脸八卦地问道 学弟学妹们 你们是落叶的室友和老乡 我问一下 她平时在寝室里 是什么样子的 此话一出 五百一十五众人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落叶在寝室中的样子 三人脑海中 同时浮现出一个声音 嘿嘿嘿 仙女学姐 想到落叶在床上盯着手机 傻乐的那副不值钱的样子 沈乔率先说道 对 野娃子那样子真的是气煞我也 谈恋爱了不起啊 一提到落叶 王大锤顿时就精神了起来 面貌焕然一新 仿佛有源源不断的话要说 吐槽室友 那可就是她的主场了 此时 王大锤滔滔不绝地说着 客厅中只剩下了她的声音 其余众人听得很认真 时不时地还会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 厨房中 落叶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 当然 苏白舟也能听到 她穿着围裙 正在用锅铲翻炒青菜 看着正在旁边包大蒜的落叶 她轻声问道 她说的是真的吗 落叶疑惑地抬起头 啥呀 你盯着手机屏幕傻笑 说着 苏白舟又说道 我很好奇 你的手机壁纸是什么 听到此话 落叶疑愣 随后 她心中一凸 完蛋 这可不幸好奇啊 她的锁平壁纸 是她表白的第二天 也就是她们正式在一起的第一天 仙女学姐躺在沙发上睡觉的睡颜 而桌面壁纸 是学姐吃东西时 被蜡得满嘴通红的样子 这要是被她看到了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没 学姐 我的壁纸是一只小猫 是吗 给我看看 苏白舟根本就不信 学姐 一只猫有啥好看的 落叶满脸紧张 在仙女学姐的面前 她连说谎都觉得罪恶 那表情 就差点把骗人两个字 写在脸上了 苏白舟将青菜盛出来后 倒进了盘子中 随后淡淡说道 端出去 好嘞 落叶将手机揣进了口袋中 端着盘子就走了出去 见状 苏白舟轻哼一声 男男说道 小气鬼 接下来是第二道菜 今天的晚饭 有落叶最喜欢的红烧肉 也有秦玉文想吃的鱼香肉丝 以及炖鸡 烤鱼 再加上各种素菜 苏白舟做了两个多小时 并且同时使用了两个厨房 她一边在李娜家的厨房做饭 一边让落叶去自己家里的厨房 看着正在炖的红烧肉 虽然只有一强之隔 但两人还是播通了视频通话 看着视频中的仙女学姐 落叶苦着脸说道 学姐 咱们这算是一滴恋吗 算 苏白舟在视频通话中点了点头 两边是邻居 户型是对称的 所以 落叶跟苏白舟只隔了一面墙 最多不超过两米 落叶忍不住叹了口气 一滴恋 好辛苦啊 滴滴滴滴滴滴 手机响起了闹铃的声音 落叶神色一喜 连忙说道 顿好了 学姐我来了 第141章靠在墙上叫什么 最后一道菜 就是落叶端过来的红烧肉了 515寝室的人 早就听说苏白舟的厨艺了得 而今天终于能再一次品尝到了 上一次还是七天长假的时候 落叶给他们打包的大餐 能吃到将大高冷笑花做的饭 他们也算是沾上了落叶的光了 吃完这顿饭后 四个男生抢着去刷碗 然后帮秦玉文打扫卫生 看着他们明明不怎么会做家务 却一个个认真无比的样子 李娜笑道 我不经常回来 所以这里大多数只有你一个人 闻言 秦玉文无所谓道 没事 反正我在寝室里也是一个人 在这里好歹还有周周当邻居 说着 秦玉文环顾了一圈四周 疑惑道 奇怪 周周去哪里了 苏学姐在厨房切水果呢 徐小佳在旁边说道 听到此话 李娜惊讶道 这小姑娘也太贤惠了点吧 呵呵 那姐 这你就不懂了 以我对周周的了解 她第一次见到落叶的室友 肯定也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秦玉文斩钉截铁地说道 毕竟 即便苏白周是高冷笑花 被落叶叫过无数次仙女学姐 她终究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她有自己的喜怒哀恶 也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比如落叶 她也不想在落叶的朋友面前 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此时 落叶还在和王大锤抢托把 后者猛推一把 将落叶推向了厨房 道 去洗碗 别来添乱 王大锤拖地 沈桥扫地 李浩阳擦桌子 而最累的洗碗 却轮到了落叶 要知道 八个人吃饭 多少餐具需要洗啊 看着厨房中堆积起来的锅碗瓢盆 落叶觉得一阵压力山大 但看到旁边正在用水果刀切哈密瓜的仙女学姐 她神色顿时一洗 屁颠屁颠地就走进了厨房 她突然觉得 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洗碗了 苏白周将水果切好后 放在了盘子中 然后就端到了客厅的桌子上 厨房中 只剩下了落叶一个人 她奋力地洗着盘子 满脑子想着快点洗完 早做完早休息 没过多久 一个身影又走了回来 伴随着熟悉的体香 苏白周站在了落叶的身旁 跟她的肩膀紧贴在一起 学姐 落叶看向了旁边仙女学姐的侧脸 只见后者伸出双手 没入了水中 看着那白嫩纤细的玉手 竟然要去洗碗 落叶连忙阻止道 我来 这粗活怎么能让仙女来做呢 苏白周瞥了她一眼 淡淡说道 我小时候就开始做家务了 此话一出 落叶语气一顿 下一刻 她抓住了仙女学姐的手 认真地说道 那是因为 以前你没有我 现在不一样了 仔细看看 学姐的手虽然很漂亮 但却跟秦学姐的手 有一些不一样 这是一双 长时间做家务的手 双方的差别 细看的话 其实还是挺大的 落叶有些心疼地握着这只手 缓缓说道 学姐 以后我们就是两个人了 嗯 苏白周点了点头 随后后退一步 陪在了落叶的身后 她并没有走 与其去客厅跟其他人聊天 她更喜欢待在落叶在的地方 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她 很快 落叶将所有东西都洗完了 此时 这套房子 也已经被众人合力打扫得井井有条 外面 秦玉文跟李娜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当即跟515寝室的众人 一起开始收拾了起来 而厨房的门 在苏白周刚刚进来的一刻 就已经被关上了 厨房中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 但在幽闭的空间中 两人都没有选择出去 厨房不大 但两个人绰绰有余 可以做很多事情 落叶站在仙女学姐的面前 轻轻地将后者的双手 牵在了手中 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就像是偷偷溜进了富豪的家里 将富豪的千金给拐跑了 她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道 学姐 我想牵手 你已经在牵了 苏白周的声音也很小 但却一如既往的平淡 我还想更进一步 落叶缓缓上前 她学着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 将仙女学姐推向了后面 直到苏白周的后背贴在墙上 两人才停了下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 壁咚 然后她该做什么 落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她低头看了看仙女学姐的容颜 在厨房的灯光下 苏白周的美貌 完美地展现在落叶的眼中 这就是她的女朋友 美得像仙女一样 不可方物 看着仙女学姐的两片薄唇 落叶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 学姐 太美了 苏白周稍微抬了一下头 对上了落叶的视线 那一瞬间 她脸色微红 如往常一样 别过了头 她转头的那一刻 露出了一边的胸肩 那精致到像艺术品一样的锁骨 露出了出来 学姐 不愿意的话 可以拒绝 落叶低下了头 将脸埋在了苏白周一边的脖子上 刚刚后者的转头 就像是故意将另一边暴露给落叶一样 当然 她并不是故意的 只是没有任何经验 苏白周的双手抵在落叶的胸前 只是支撑着 并没有推开对方的意思 她咬紧牙关 第一次跟异性接触到这种程度 她的心跳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仿佛要跳出来一样 落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男人的本能 会教她接下来该怎么做 怀中女孩的身体 似乎越来越软 突然 厨房的门外出现了一个身影 同时伴随着秦玉文的声音传来 周周 洗完了吗 怎么还没出来 听到外面的声音 落叶发现 支撑在自己胸前的双手 在微微用力 力气很小 已经是此时苏白周的最大力气了 她也快速清醒了过来 随后后退一步 转身看向了厨房门口 只见秦玉文推开门 疑惑地看着落叶 问道 你们干嘛呢 周周 你躲小学弟后面做什么 没什么 苏白周从落叶的身后绕了出来 面无表情地离开了厨房 只是她的神色有些奇怪 具体是哪里奇怪 秦玉文也说不出来 但她跟苏白周 在同一个寝室生活了两年多 自然能感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 而且 小学弟也很奇怪 她在脸红什么 第142章 你脖子上的小草莓是什么 将这套房子打扫干净后 众人就在客厅里 一边吃水果 一边聊着天 从每一个人的感情 史开始讲起 三分钟后 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515 全军覆没 落叶不用多说 沈桥不想多说 剩下两个不必多说 徐小家啥也不懂 秦玉文有十几个老公 全是纸片人 至于李娜 她大学倒是谈过恋爱 只不过分手了 这三分钟 她用两分半钟的时间 将自己的这段感情史讲完了 随后 众人陷入了沉默 八个人 竟然能冷场 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毕竟 第一个话题就如此尴尬 突然 徐小家看向了苏白舟的方向 她歪了歪头 疑惑道 苏学姐 你脖子上有一个草莓纹身吗 此话一出 全场的目光聚集到了苏白舟的身上 只有沈桥 先看了一眼落眼 发现后者默默低下了头 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她直接就明白了一切 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真的爱 这是什么 秦玉文显然也不明白 当即就伸手 想要去摸一下 苏白舟微微一愣 她一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 觉得应该 只是脖子上蹭到了什么东西 但看着秦玉文伸过来的手 她突然意识到 对方想摸的地方 是刚刚小学弟 想到这里 苏白舟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草莓是什么 她一开始不知道 只是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 她推开了秦玉文的手 淡淡说道 被蚊子咬了 蚊子 都十一月了呀 秦玉文露出了一头雾水的表情 李娜认真的看了看 随后又将目光放在了落叶的身上 神情变得狐异了起来 落叶地点 你刚刚 我刚刚在厨房 看到一只蚊子在学姐的脖子上 然后我就 落叶倒吸一口凉气 太紧张了 说话太快了 咬到舌头了 众人的目光越来越怀疑 王大锤 徐小佳 李浩阳 秦玉文四人满脸迷茫 而李娜若有所思 沈桥似笑非笑 走了 苏白舟站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见状 落叶连忙追了上去 和他一起离开 说是离开 其实不过是回到了隔壁而已 落叶的离开 也意味着沈桥等人 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三人站了起来 告别一番 也带着徐小佳离开了 另一边 614号房间 苏白舟将房门锁住 随后默默地盯着落叶 什么话也没有说 落叶低下了头 胆子不小 苏白舟语气平淡地说道 薛剑 下次不敢了 落叶小声说道 下次 苏白舟望着落叶 但后者可怜巴巴的表情 让他想要说出去的话 卡在了嘴边 想骂人 却又不忍心指责他 苏白舟双手抱胸 眼神轻轻一挑 淡淡说道 你还想有下次 想 落叶这孩子 没别的 就是从心 从来不会口是心非 苏白舟显然也是 没有料到 这小学弟 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随后 他转身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降门关上 见状 落叶心想 不会是把学姐给惹生气了吧 不过没多久 苏白舟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同时 他的手中 还多出了一条白色的围巾 他没有说话 只是将围巾塞到了落叶的手中 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落叶一脸茫然地愣在原地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围巾 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这是什么 哦 是围巾 仙女学姐送的 落叶坐在了沙发上 认真地看了起来 围巾的两边 分别有两个卡通小人 一个是男孩 一个是女孩 秀得十分可爱 这两个卡通小人 是伸手的动作 似乎是想要抓住什么 但他们在围巾的两边 根本就抓不到对方 突然 落叶灵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将围巾戴在了脖子上 然后调准角度 再次低头看了看 果然 围巾上两个小人的手 碰在了一起 他们牵手了 这条围巾的特点 就是 想让上面的两个卡通人物在一起 他就要将围巾戴住 仙女学姐 这是在提醒 他要多多保暖吗 想到这里 落叶用手机拍了一张围巾上 两个小人牵手的照片 然后发给了苏白舟 对方秒回道 这是什么 小宝贝 这是学姐送我的围巾 仙女学姐 我没有 小宝贝 你刚刚亲手交给我的 仙女学姐 那不是我 小宝贝 是你啊学姐 仙女学姐 我不认识你 看到这条消息 落叶坐在沙发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学姐跟他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 越来越像一个小女孩了 虽然现实中还是一个高冷的女神 随后 落叶继续回复仙女学姐的消息 小宝贝 学姐 那现在认识一下吧 我是方圆集里有名的坏蛋 我叫落叶 仙女学姐 对 你是坏蛋 小宝贝 那学姐是什么蛋 仙女学姐 好蛋 扑 落叶坐在沙发上 实在是没忍住 直接乐了出来 而他笑的声音 也被主卧中的苏白舟给听到了 对方在绿泡泡上沉默了一会儿 而落叶在沙发上 看着刚刚的这段聊天记录 只觉得学姐越来越可爱了 又过了一会 主卧中的门被打开 在落叶目瞪口袋的表情中 仙女学姐穿着睡衣 走进了厨房 随后 厨房响起了热水器烧水的声音 落叶来到了厨房门口 看着里面穿着兔子睡衣的仙女学姐 我喝水 你要喝吗 苏白舟淡淡说道 苏白舟全程没有看落叶 也不知道是不想看 还是不好意思看 我是坏蛋 坏蛋不喝水 坏蛋只会做坏事 落叶走进了厨房 来到了仙女学姐的身后 不过这一次 她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只是轻轻地搂住了苏白舟的腰 就这样从身后抱着她 学姐 我好喜欢你啊 她微弱的声音 在后者的耳边响起 望着眼前已经烧开到沸腾的热水 苏白舟抿了抿嘴唇 小声嘀咕道 坏蛋 第143章 我们在一起了 虽然今天是周五 但落叶还是选择了回寝室 她的汉服还在寝室中 这个周末 她怎么说也要将汉服完成 毕竟 下周二就是仙女学姐的生日了 回到寝室后 她就坐在桌前 闷头鼓到一些针针线线的 一言不发 满脸认真 其他人也好奇地盯着她手中的衣服 虽然落叶绣出来的仙女 不是那么好看 但也算是有模有样了 一周的时间 能从零学习到这个地步 看得出来 落叶已经很努力了 王大锤站在落叶身后问道 打游戏步 不打不打 落叶回绝了王大锤 直到困得不行的时候 她才爬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 她睁开眼睛 吃完早饭后 就又开始做汉服 李浩阳惊讶地看着她 大学宿舍中 为了给女朋友准备礼物 在全寝室的注视下 默默做礼物的男生 这样的人 李浩阳也只是在电视里见到过 中午的时候 王大锤蜷缩在被子里 像一只蚕蛹一样 沈桥同样躺在床上 正在看小说 只有李浩阳一个人在外面 沈桥打开了寝室群聊 艾特了李浩阳 沈桥 艾特李浩阳教练 带一份鸡腿饭 加一瓶500毫升可乐 王大锤 按要黄焖鸡 再来瓶雪碧 随后 她又看向了洛野 问道 野娃子 你要吃啥 来碗黄焖鸡米面 洛野下意识地说道 啥 黄焖鸡米面 王大锤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怎么感觉这东西有些熟悉 给他来二两牛肉面吧 吃牛肉有精神 沈桥说道 他在寝室群里告诉了李浩阳 让他给他们三个人带饭 到了饭店 谁在外面谁倒霉 但李浩阳肌肉那么发达 不去带饭真是可惜了 再加上他是班长 没事就去办公室帮辅导员做事 所以带饭的事情 就会交给他来做 没过多久 李浩阳提着大包小包的 回到了寝室中 他自己并没有在食堂吃 所以他一人提了四份饭 将午饭分下去后 沈桥和王大锤 纷纷下床开始吃饭 落叶将汉服推到了一边 然后找了一个下饭的电视剧 开始吃了起来 此时 王大锤穿着个大裤衩 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美滋滋地吃着饭 男生在寝室中 基本上是不在乎形象的 下午 王大锤依旧蜷缩在被子里 一边吃零食 一边看动漫 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暧昧对象 到了周末 他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午李浩阳又不在 多半是跟徐小家出去玩了 他们两个人互相喜欢 彼此知道对方喜欢自己 但都没有告诉对方 落叶也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 到了傍晚 他伸了个懒腰 此时 他终于将仙子图案的雏形 给绣出来了 接下来 只要再将细节完善 这套汉服 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 落叶松了口气 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总算是将进度追赶了上来 他还以为自己的礼物 赶不上仙女学姐的生日了呢 此时 落叶准备休息一下 他打开自己的电脑 想看看粉丝群里有什么消息 这几天 因为汉服以及篮球赛的缘故 青春还在继续 这本小说并没有更新多少 每天只有一两更 读者都以为他得了绝症 每天只能更新这么多 已经开始在读者群里面分财产了 主要在考虑女主角的归属问题 落叶直接参与了进去 告诉所有人自己没事 并且告知大家 11月10日后 他会恢复正常的更新速度 为了爱情 只能委屈一下各位读者哥哥们了 落叶叹了口气 又继续开始做汉服了 这个周末 也很快结束了 周一的时候 汉服基本上已经做好了 一天的课程结束 落叶连忙来到了学校附近的蛋糕店中 想要给仙女学姐 订一个生日蛋糕 明天 就是仙女学姐的21岁生日了 落叶忍不住开始期待了起来 在蛋糕房选了很久的蛋糕后 落叶预约了明天来取的时间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原本落叶想要去教师公寓的 但他又害怕学姐问些什么 自己就一股脑地将这些惊喜说出去了 所以就选择了回寝室 等明天 给学姐一个惊喜 另一边 教师公寓中 苏白周正在跟秦玉文煮面吃 看着桌子上的面条 秦玉文苦着脸说道 周周 小学弟不在 你就给我吃这个 他从来不会嫌弃我 给他做什么 文言 秦玉文嘴角一抽 无形之间 他被落叶给比了下去 为了证明 自己才跟是苏白周最铁的人 秦玉文抓起了筷子 当即吃了起来 不就是面条吗 我就爱吃这个 周周做什么 我就吃什么 见状 苏白周没有说话 也低头开始吃饭 吃了一碗面后 他起身去洗碗 他跟秦玉文一起吃饭的话 就是自己洗自己的 以前他也是自己洗碗 但自从有了落叶后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 回到了房间中 秦玉文也离开了这里 苏白周躺在床上 抱着枕头 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他好像忘记了什么 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没过多久 手机铃声响起 苏白周拿出手机一看 发现竟然是他的妈妈打来的视频 他坐了起来 接通电话 率先映入眼前的 就是舅舅范健的那一张大脸 哎呦 范范 一个月不见又变漂亮了 刚说完 他就被苏白周的母亲范欣亚推到一边 范范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文言 苏白周微微一愣 能让妈妈打电话过来 说明明天的日子跟他有关系 想起来了 明天是他的生日 苏白周点了点头 语气平淡道 我生日 不过 今年应该也不过吧 范范 你们大三不是客少吗 明天回家一趟呗 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喝的鸡汤 太麻烦了 苏白周摇了摇头 从江城到航城的乡下 一个来回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虽然不算远 但除了高铁外 还要坐各种公交 那行吧 范范 记得明天吃点好的 对了 那天来咱们家的那个小男生 看着妈妈欲言又止的表情 苏白周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丝的笑意 我们在一起了 第144章 惊喜 什么 你说什么 听到此话 范范又挤进了手机屏幕 满脸震惊地说道 她有想过 苏白周有可能会跟落叶发展成那种关系 但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 好啊 范欣雅在视频中笑了起来 道 范范 有时间再带小洛来一次家里吧 嗯 电话挂断后 苏白周坐在床边 有些不知道要做什么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了 到来到江大的这两年多 她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 以前在航城的时候 她妈妈会给她过生日 会给她买一块生日蛋糕 然后做一些她喜欢吃的东西 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但在江城这边 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 当然 她也没有告诉过别人 要不要告诉一下学弟呢 苏白周拿起手机上 打开了跟落叶的聊天界面 她只告诉过 落叶她是天蝎座 从来没有告诉过对方 自己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想了想后 她就放下了手机 算了 明天过生日 现在告诉她 这不是为难她吗 这么突然的事情 如此短的时间 以小学弟的性格 还不得及死 明天她只要在就好了 不求她能做些什么 苏白周躺在了床上 抱着枕头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落叶跟仙女学姐一起晨跑完 就急匆匆地跑去上课了 早上的课程结束后 落叶连忙来到了 学校附近的蛋糕店中 将昨天订好的蛋糕取走 然后就回到了寝室 拿上了已经装进礼盒中的汉服 做完这些事情 落叶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她坐在椅子上想了想 终于明白 缺少的是什么了 缺少惊喜 就这样去教室公寓太单调了 她要给学姐惊喜才行 想到这里 落叶来到了家属楼 但她并没有去614 而是去了614的隔壁 她敲了敲秦玉文的房门 很快 一个披头散发 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女孩 出现在了落叶的视线中 小学弟 看到落叶 秦玉文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猛然关门 十分钟后 秦玉文再一次打开了门 她刚刚还以为是苏白周呢 所以压根就没在乎形象 看到是落叶 她差点被吓死 小学弟 你怎么来了 哎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 来都来了 还带东西干嘛 秦玉文热情地将落叶招呼了进来 见落叶没有说话 她疑惑道 怎么了 周周周不在家吗 她以为是苏白周不在家 落叶才来她家里玩的 不是 落叶将东西放在了桌子上 随后面色有些拘束 秦学姐 今天是仙女学姐的生日 咱们要给她准备点啥惊喜呢 听到此话 秦玉文微微一愣 什么 周周的生日 她怎么不知道 见秦玉文没有说话 落叶疑惑道 秦学姐 你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周周的生日呢 哈哈 落叶 行了 知道你不知道了 学姐在江大最好的朋友 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落叶叹了口气 学姐这两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秦学姐真不靠谱 还得是她这个男朋友 想到这里 落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丝自恋的表情 不过 她只是想将蛋糕和礼物放在这里而已 做完这件事情后 她就起身离开了秦玉文的家里 来到了614的门口 落叶敲了敲门 发现里面没有声音后 她就自己用钥匙打开了 房间中 跟她昨天离开这里的时候 没什么变化 仙女学姐 不会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吧 落叶坐在沙发上 无聊地思考着 虽然她也不知道 自己在思考着什么 刚刚从秦玉文那里听说了 学姐在大学的两次生日 似乎都没有过 今天是第三次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学姐是她的女朋友了 她要对自己的女朋友 天下第一好 不过学姐去哪里了 落叶敲了敲主卧的门 小声问道 学姐 你在吗 里面没有声音 奇了怪了 落叶在手机上 给仙女学姐发了一条消息 很快对方回复道 不在家 见状 落叶连忙起身 将秦玉文家里的蛋糕和礼物 拿到了这里 然后藏了起来 蛋糕只能藏在冰箱里 而汉服的话 就藏进学姐的房间里吧 落叶轻轻地转动了 仙女学姐房间的门把手 门并没有锁 如果是以前的话 落叶是不可能进学姐的房间的 但学姐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女朋友了 她进一下女朋友的房间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反正她又不做什么 只是放个东西而已 房间中 被子没有叠 仙女学姐和其他大学生一样 不喜欢叠被子 床上放了三个枕头 一个躺着的 两个抱着的 方便学姐翻身的时候 两边都有东西可以抱 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 还有一部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的旁边 还有一支触屏笔 这就是学姐办公的地方吗 不愧是计算机器的才女 设备还挺齐全的 落叶江里 和放在了平板电脑的旁边 然后就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 接下来 她要在房间中 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 气球啊 横幅啊 小夜灯啊 至于今天的晚饭 学姐不在 难不成要她来做吗 行 做就做 江城医科大学 苏白周正坐在一处茶厅中 静静喝着茶 她的面前 篱下无聊地撑着下巴 面无神采地说道 周周 今天你过生日 你就带我喝茶吗 喝茶 不好吗 苏白周很喜欢这种 什么都不用做 还能够欣赏风景 吹吹威风的感觉 在这里坐着 有一种十分惬意的心情 所以呢 你生日就准备这么过去 这样挺好的 苏白周微微一笑 现在这个时间 学弟应该刚刚下课吧 出来跟篱下聊聊天 回去就能见到小学弟了 看到苏白周的这个表情 篱下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满脸相似啊 有吗 有 我可是神经科的实习医生 神经科还研究心理 不研究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的相思已经写在脸上了 有吗 苏白周转头看着她 一缕微风拂过 她的头发轻轻地飘了起来 女孩的眼中 已经没有任何冰冷的神色 取而代之的 是急切见到自己 想见之人的样子 第145章 心软的落叶 苏白周从江城医科大学 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她回到了自己家里 看到了正在沙发上躺着的落叶 她走了过去 坐在了落叶的旁边 眼睛一眨一眨 盯着后者看 似乎是感觉到了视线 睡意朦胧中 落叶睁开了眼睛 看到仙女学姐后 她坐了起来 随后又躺了回去 不过 她并没有躺回原位 而是躺在了苏白周的腿上 就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苏白周躺在她的腿上一样 落叶此时还不太清醒 这些动作都是下意识的 当然 躺下去的时候 她已经清醒了 不过既然清醒了 她就更要躺了 毕竟 这可是 只在动漫里见到过的吸诊 她在家里等苏白周回来 等到自己睡着了 后者伸出手 放在了落叶的头上 轻轻地抚摸着 对于女孩子来说 看着自己喜欢的男生 躺在自己的腿上 摸着她的头发 心中真的会产生一股满足的情绪 一种这个男孩子 是属于她的感觉 心中充斥着浓浓的安全感 对于情侣来说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安全感并不是一味地照顾对方 有些时候 被对方照顾 也能给对方安全感 那样能让对方明白 自己也是被需要着的 就像此时此刻 小学弟乖乖地 躺在自己身上 落叶将横幅和气球 都挂在了学姐的房间中 只是现在 她还没有回去 此时 落叶并没有睡着 她躺在仙女学姐的腿上 小声说道 学姐 你的腿好软 文言 苏白周淡淡说道 你在耍流氓 对啊 我在耍流氓 说完 落叶又躺了一会儿 不过她并没有躺多久 因为她记得 上次学姐躺在她的腿上睡着 等学姐醒来的时候 自己的腿 已经没有知觉了 起来后 落叶坐在苏白周的旁边 她看了看时间 然后站了起来 自告奋勇地说道 学姐 我来做晚饭 好 虽然落叶做饭不好吃 但苏白周还是答应了她 过生日 吃一顿学弟的饭 其实也不错 落叶已经买好了食材 兴致冲冲地就去了厨房 虽然她不会做饭 但这并不妨碍她喜欢做饭 每一次做饭 对于她来说都是一次新奇的挑战 即便每一次都失败了 但她依然乐此不疲 虽说如此 直到现在 她做的饭依旧不怎么好吃 但在仙女学姐的指导下 她已经不会做出黑暗料理了 只是不好吃而已 不会到不能吃的地步 落叶冲进厨房 就做了三个菜 多了 她跟学姐也吃不完 将盘子摆在桌子上后 落叶又从冰箱中 拿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盒子 盒子中 放了一个很漂亮 很精致的蛋糕 看到这一幕 坐在沙发上的苏白周 微微一愣 她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又似乎是想要问什么 但千言万语 全都汇聚在口中的时候 反而说不出口了 落叶将蛋糕打开 放在了桌子的最中心 而边上的几个菜 围在了蛋糕的四周 苏白周起身走了过来 看着桌子上的东西 她有些惊讶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身份证啊学姐 去桃园镇 我要了你的身份证 落叶露出了一副 我厉害吧的表情 文言 苏白周看了看她 沉默片刻 小声说道 谢谢你 不用谢 学姐 两人坐在桌前 而苏白周发现 落叶做的三道菜中 其中有一道是鸡汤 注意到她的视线 落叶黑黑一笑 啊 学姐 听说你最喜欢吃这个 不过上次我就没做好 这一次 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听到此话 苏白周缓缓摇了摇头 道 我喜欢吃的什么 不是由味道来决定 啊 落叶疑惑地看着她 只见苏白周继续说道 而是游人 她喜欢吃妈妈做的鸡汤 是因为那是妈妈做的 她喜欢吃落叶做的饭 那是因为 做饭的人是落叶 要许个愿望吗 落叶问道 不用了 苏白周直接将蛋糕拆开 连蜡烛都没有用到 学姐 一年只过一次生日 还是许一个吧 苏白周依旧摇了摇头 道 向谁许愿呢 不等落叶说什么 她淡淡说道 比起向天许愿 我更愿意向你许愿 话音刚落 她看向了落叶 随后闭上眼睛 脑海中在思考着 今年的生日愿望 她知道 她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看得不是运气 更不是什么老天爷的安排 她连生日都是 小学弟帮她庆祝的 那么能实现她愿望的人 从始至终都是小学弟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向天祈祷呢 天不会心软 但落叶会 那位属于她的心软的神 就坐在她的面前 她的愿望是 既然是愿望 那她自私一些 也没问题吧 她也可以自私的吧 她希望 落叶学弟 能够一直一直地喜欢她 苏白周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 落叶那双明亮的眼眸 学姐 你许了什么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苏白周说道 哦 说出来就不灵了 落叶过生日的时候 仙女学姐也这样对她说过 吃饭吧 嗯 不得不说 落叶的厨艺颇有长进 她那止步不前的厨艺 是在认识苏白周后 才开始进步的 看样子 能让人厨艺进步的理由 不一定是努力学习料理 还有可能是遇到了 想要做饭给她吃的人 蛋糕只是一个仪式感 苏白周吃的都是落叶做的饭 来到江大的第三个生日 她终于不是自己 一个人过生日了 此时电话声响起 苏白周看了看 发现还是自己的妈妈打来的 谁啊 落叶问道 我妈妈的视频通话 话音刚落 落叶面色一变 她连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摆正了身位 仿佛在面试一样 变得拘谨了起来 苏白周不着痕迹地笑了笑 随后接通了电话 饭饭啊 今天是你生日 晚上吃得神 话还没说完 范欣雅就看到了 身体做得直挺挺的落叶 苏白周开启的是后置摄像头 所以视频接通的那一刻 屏幕中出现的 就是落叶的样子